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美國開架彩妝開箱超多 你們不要看這箱子不大喔 裝滿滿沉甸甸的一箱 目測應該有20樣左右吧 那這一箱是我前幾天剛從大國那邊收到 有一些些東西我已經先試用過了 但大部分都還沒有用 想說跟你們一起來開箱試用看看 那一樣依照慣例我們先從底妝開始 在上粉底之前呢 我先上一個妝前乳 我這次買了一個L'Oreal的珠光妝前乳 那妝前乳我想說我就用一半好了 因為有時候妝前乳會影響粉底啊 所以為了測試是不是妝前乳會影響粉底 所以我這次妝前乳就上這半扁扁就好了 欸 欸光澤很漂亮欸 如果你的皮膚是那種本身比較暗淡無光的啊 你可以先用這樣子的妝前乳打底 讓你有自體發光的效果 然後這邊長兩顆痘痘 這個是被我擠爆然後它很紅 那這個是今天才擠的所以我貼的痘痘貼 它們兩個這樣連在一起超像把力膜 我知道我今天這兩個看起來很好笑 竟然忽略 我自己照鏡子我覺得 天啊這兩個真的超愛眼的 好你們看一下這個 欸光澤還蠻細緻的欸 它這個開架應該也是300多塊台幣吧 以這樣子的質地還有擦起來的效果 我覺得很不錯喔 因為有的珠光妝前乳啊 它會太珠光 你整個會變得像磨珠油 那這個很剛好 它就是讓你的臉上呢變成一個光澤 自體發光的光澤 有沒有有沒有 欸還蠻漂亮的欸 好目前這樣剛上上來啊 它的妝效還有質地我非常的滿意 好接著呢我要用遮瑕 我自己的上妝習慣是如果我要遮黑眼圈的話 我會在粉底之前遮 所以我現在呢要先上遮瑕 我買了一個這個 MegaRevolution的遮瑕膏 就是網路上有一些評價說 它是Tarte那個遮瑕膏的 平價替代品 它抽出來棒棒也是這樣粗粗的 那種一樣就直接 點在這邊 我先用手指拍開 好拉近一點給你們看 遮瑕力好像很不錯欸 我買的色號是C2 我選擇超剛好的欸 遮我的眼下剛剛好 那有稍微提亮的感覺 欸遮瑕力很好欸 你們看一下 有遮的這邊 跟沒遮的 我就這樣畫兩道拍開而已 這遮瑕力好欸 可是我覺得它的妝效 跟Tarte那個不像欸 Tarte那個一上上也是會 比較就粉感 然後很貼合皮膚 這個呢它是比較那種 Cream的感覺 我覺得不算是Tarte的 評價替代品 可是它的妝效 我是很喜歡的 那我喜歡欸 嘴角 看一下遮瑕力是 欸這遮瑕力好欸 Tarte那一支的遮瑕力 還是比較好啦 可是以它這一支的價錢 這個應該是 3塊美金左右吧 以它的價錢 這樣子的表現啊 超超級厲害 你自己這樣左右對照看 欸真的超強的欸 再來遮瑕呢 我還要買一個 MAYBELLINE的 是他們FACE STUDIO系列 這個系列 好像台灣比較沒有進什麼東西 可是 我覺得他們感覺比較專業 哇它的遮瑕超濃的 不知道它用在眼下會不會乾呢 我先少量的用用看好了 我兩邊遮瑕呢 這一邊是MAKE OUT REVOLUTION的 這一邊是MAYBELLINE的 我覺得很明顯的是MAKE OUT REVOLUTION 這一邊勝出 就是這一邊是遮瑕力比較好 也比較好排開 然後整個質地啊 也是這一邊比較好 這個真的很明顯 它就遮得比較完整啊 然後這個的價錢啊 也比它便宜很多 所以 這真的很可以買欸 超級划算的 MAKE OUT REVOLUTION 這個超划算 因為我之前有買很多他們的眼影盤 那也是很便宜 可能十幾色彩 美金十塊多左右 但是我覺得眼影就是很普通的表現 但這個啊 就是有令人驚豔的 這遮瑕膏真的厲害 難怪它評價這麼好 這可以買 這真的可以買 今天的粉底呢 我買了FLOWER BEAUTY的粉底液 這個牌子可能大家不認識 它是豬爾巴黎膜自創的品牌 那我也是看前陣子 它上TATI的影片 才知道這件事 然後在那個影片中呢 它就用了這罐粉底液 看起來很好用 所以我就被燒到就買了 那它是一個光澤型的 我先用手來上上看 上在這邊 欸我這次選色都很成功欸 我這個色號是IVORY L2 你看擦上來擦 欸不對 好像有點太橘 好沒關係 我應該是可以再選前一號啦 不過這樣看起來也是OK的 有遮瑕度欸 欸真的跟它講的一樣欸 它說它做這個粉底液啊 就是希望做一個有光澤 可是又有遮瑕度的 因為它喜歡光澤的底妝 但是很多光澤底妝通常都沒有什麼遮瑕力嘛 所以它要做一個有光澤 可是又有遮瑕力的底妝 哇 不對這顏色不行欸 上到我臉上變橘色了 所以是它的黃色調太黃 就變橘色 哇 我覺得用歐美的底妝最討厭 就是它們的色調都太強烈 而且不像可能日系或韓系的底妝啊 就不會有什麼太黃或太綠太橘的問題 那這一個我覺得用起來的深淺度明亮度 是很剛好的 可是它的色調就太橘 喔 這用起來很漂亮欸 它是 你看真的有光 欸光澤很漂亮 很像臉喝飽了水的那種光澤 可是我用就變成一個橘色的人 那看得出來嗎 就這邊橘橘的 這邊就是正常的顏色 這樣用上來質地超棒的 而且我只有用手抹喔 抹到很勻欸 這樣抹起來超勻的 喔 這質地我很喜歡欸 而且你們看光澤好漂亮 遮瑕度是真的有 欸遮瑕度很好 因為我這邊不是很多雀斑嗎 這樣上來像雀斑已經看不太到欸 它遮瑕度真的很好欸 欸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豬尾巴膜是一個誠實的生意人欸 因為真的跟它講的一模一樣欸 有遮瑕度的光澤底妝 好 這個很漂亮 可以 好那這邊呢 我用Beauty Blender來拍看看 妝效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我是覺得真的用手抹就非常非常的勻 用Beauty Blender拍好像光澤有被吃掉一點 這邊是用Beauty Blender拍的 還是有光澤啦 只是這邊的光澤就比較強烈 然後它顏色真的很橘欸 所以我好傷心喔 然後這一個底妝啊 對毛孔肌會非常的不友善喔 嗯 我覺得它是會稍微放大你皮膚紋理的 像我這邊有一些這種 一顆一顆的啊 擦了底妝之後就變更明顯了 然後毛孔 如果你是比較有毛孔出大的問題 又想要用這樣子的底妝的話 我會建議你要先用補土的產品 把你的毛孔填平一下 我現在只忍不住看到我這兩個 又覺得 它真的就變成一個法令紋欸 好醜喔 這痘疤可以趕快離開我嗎 好醜 臭死了啦 好那我現在粉底上好了 這邊我再用遮瑕膏遮一下 你們這樣看得出來嗎 遮瑕膏是比較接近我膚色 然後粉底就太橘了 這顏色真的太橘了 誰會那麼橘啊 好拉遠看一下這個底妝的妝效 我覺得這個妝效啊 真的超漂亮的 這個妝效我很喜歡 只是我顏色不對 很傷心 超級傷心的 好好變橘色 那這個底妝啊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光澤 它已經畢竟是那種韓系的滋潤光了 所以這個底妝我覺得一定要加蜜粉 不然會完蛋 那我這次沒有買蜜粉 所以我就先用我自己的3的蜜粉 沖眼睛 T字 這個粉底黏黏的喔 它就是比較厚重 然後比較黏的感覺 如果你會很排斥黏黏的粉底 這個你就不要買 然後我覺得這應該就適合冬天啦 因為它在皮膚上是有一點悶悶的感覺 好我現在全臉都上了蜜粉喔 你看它光澤強到我已經蜜粉都上好了 臉上還是很有光澤 然後它的遮瑕度很好 可是你看起來不會妝感很厚重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厲害的 雖然說你的使用感受上是覺得還蠻厚重 它整個質地啊 還有你皮膚的那種悶悶的感覺 還有它的黏膩程度 都是比較偏厚重的那一邊 可是你在眼睛上看起來並不會覺得說 上了很厚的粉 所以這一罐我覺得冬天會很適合 可是如果你是粉刺激的話 我覺得可能 它的質地上來講真的是濃郁 然後黏稠 所以如果是粉刺激 我覺得可能也不太適合 好如果我之後再買到適合我顏色啊 這個應該會變成我冬天愛用的粉底 接著腮紅呢 我這次總共買了三個 你們先看這兩顆啊 它們長得超像 這個是Milani的 這個是Flower Beauty的 它裡面呢 都是這樣子玫瑰的印花 然後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Milani的容量巨大 你們看一下它的尺寸 Milani的容量有17克 17克欸 已經比蜜粉餅還要大了 腮紅那麼大是要幹嘛 然後Flower Beauty就比較正常 是6克 然後我來手上刷色看看 Milani這個 它的粉還蠻綿密的欸 粉質很不錯 然後Flower Beauty的呢 粉質摸起來非常漂亮 欸 這兩個粉質 讓我覺得是同一個東西欸 超像的 摸起來感覺很像 然後在手上刷色的感覺 也超像的欸 這兩個粉質像到爆欸 天哪 但以價錢來說啊 Milani的便宜超級多 因為它們大概都是10塊美金左右 但這個容量硬生生是它的 將近三倍嘛 所以這個便宜超多的 好 那我就先用Milani這個 刷在臉上 試試 嗯 上臉效果很不錯欸 我買的色號是 T Rose 08號 就是很基本百搭的玫瑰粉色 欸 這不錯這不錯 難怪這顆這麼紅 這很好用欸 效果超棒的 而且顯色度也非常的剛好 然後Flower Beauty這一顆我就下次再用 用完之後再跟你們分享心得吧 因為我今天這邊的臉頰想要試試看這個 L'Oreal的 L'Oreal這一個系列台灣沒有上啊 它就是有蜜桃香味 聞起來其實不是很蜜桃欸 聞起來就是有一股香精味 那你不知道那是什麼香精 那顏色呢我買的是193 Charming 看起來是比較有一點那種肉桂色的 噢 噢粉質很細 粉質超細的 然後刷在手上 我覺得L'Oreal這一顆的粉質 明顯比前面兩個腮紅好欸 它的那個暈染度 然後我現在仔細看啊 其實Flower Beauty的這個粉質啊 有比Milani的好一點 所以就你把它全部這樣刷在一起看 你就知道Milani的還是比較粗糙 然後它比較有粉感 那Flower Beauty跟L'Oreal這一顆啊 它都是很融入皮膚的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要很要求品質的啊 Milani這一顆還是比較 有品質比較差一點 那另外這兩顆我覺得都是品質非常好的 那接著 我來把它用在臉上試看看 放在這邊 它這個香味我不喜歡欸 就你在刷的時候會聞到 然後就是一股香精味 不是那種宜人的香氣 就是一股很假的香精味 它如果沒有香味 我會覺得這個腮紅比較加分欸 奇怪 那我覺得Milani這一顆上的比較勻啊 這個怎麼 上到臉上會有微微的色塊感 不知道是我今天用的問題還是怎樣 就是以後開箱啊 我都會在描述欄寫更詳細的產品心得 因為開箱我第一次用 那可能心得之後會變來變去 因為美妝這種東西啊 你不是第一次用 你的心得就會有固定 像可能你在不同的光源 或是你底下搭配不同的東西 甚至是用不同的刷具 用起來效果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用一用 可能會把心得更新在底下描述欄 所以你們看完影片 一定要去描述欄看我更詳細的心得 那我現在這樣子用 是覺得 這個上起來有一點點色塊感 但是它比較像是 自然的貼合皮膚的顏色 那Milani這一邊就是有粉感 所以 目前是各有優缺點 然後L'Oreal這個的味道啊 我不喜歡 很扣分 這味道真的很扣分 接著呢我買了超多打亮 光是打亮呢 我就買了 八個 而且有的是比較大的盤 那 先從這個開始看好 它是Waylian Wild的打亮 雖然Waylian Wild台灣已經有進了 可是這個打亮呢 台灣是買不到的 它是這樣的四個顏色 那看起來應該是 這兩個顏色比較適合上臉吧 這個是綠色的耶 好奇妙喔 現在摸摸看 綠色的要怎麼 嗯 刷起來也真的就是有點橄欄綠耶 好這個橄欄綠我絕對沒有辦法拿來打亮 但可能可以當眼影用吧 然後這個藍的啊 它應該是那種偏光 對 哇它好藍喔 這個超藍 這個我也不喜歡 所以其實這一盤啊 能用的大概就是只有這兩個顏色吧 這個粉色摸起來超粗的耶 一樣耶 粉色 欸這粉色超粗的 這粉色不行耶 有沒有覺得它們單顆的打亮超好用的耶 最後的希望就是這一顆 好 刷看看 OK 這個很亮 可是呢 粉感有一點重 不過光澤度是不錯的 我原本對這一盤是抱了很大的期望 可是我現在手上刷色這樣就覺得 這三個顏色我都不喜歡 只是它這個顏色OK過得去 所以這一盤我要 我要直接判它出局 這個我不要用在臉上 這個出局這個不要買 這看起來很好用的怎麼會這樣 好 這個不行 掰掰 好接著我第二期待的是這個 Milani的打亮盤 我忘記我是看哪一個youtuber說好用 我才下單的 它三個顏色看起來都蠻實用的 我直接三個刷刷看 而且它的粉質比前面Wayden Wild的摸起來還要綿密很多 你看這個刷起來的感覺 跟前面Wayden Wild那個就不一樣啊 你看它這個暈染開來 很貼膚欸 欸這好欸 不過你真的要拿來當打亮的話 只有這一個顏色可以 這兩個顏色啊 都會是很漂亮的眼影色欸 那這個是很可愛的那種橘子色 然後這個是那種夕陽色 欸這兩個顏色當眼影會很漂亮 我接盤好棒喔 我來試試看用這個顏色刷在全 好亮喔 哎呀 這是閃到月球去的那種亮欸 欸 欸這好欸 欸 欸它還蠻融入皮膚的欸 刷上來不會說有那種很重的粉感 欸這好欸 這真的好欸 天啊 這東西多少錢啊 又是十幾塊美金吧 真的好厲害喔 好依照我現在臉上用這個顏色啊 這一盤真的超級值得買 即使你只是要為了這個顏色打亮 也是值得買 然後這兩個當眼影我相信一定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一盤 一百分 再來我還要買兩個Mega Revolution的單色打亮 這兩個我前天已經先用過了 我覺得 還好 雖然說它們非常非常的便宜 應該又是五塊美金之內 但是我覺得表現呢就是 那個價錢的表現 它不是垃圾 它有對得起價錢 可是不會讓人覺得說哇好棒 你看這個白的 它就 嗯 太自然了 嗯 放在這個Milani的旁邊就看得出來 它超級超級暗淡 但如果你是喜歡很自然的打亮 你只需要臉上有微微好像有光澤的樣子 這一個會非常的適合你 它刷起來就是這樣 你不管是堆疊個八百層啊 它還是會這樣非常非常的淡 所以依照我平常認知裡面的打亮呢 這個我是沒有很推薦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找非常非常自然 而且這個不會顯毛孔 也不會顯肌膚 因為它真的太自然 如果你是要找非常非常自然的啊 這一顆我是還蠻推薦的 然後這一個色號呢 我就不推了 因為它完全 沒有辦法當打亮 它是一個淺藕色的 刷起來呢 你看 它是一個比皮膚暗的顏色 這打暗吧 這沒辦法打亮啊 這個我覺得是你可以拿來 跟腮紅疊差 可是這東西我覺得 好像就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除非你的皮膚非常非常非常白 然後你想要有一點淡淡的 藕色光澤的話 這個是可以拿來當腮紅的 那如果你要找打亮的話 這個不推 這個也是不及格的打亮 再來還有一個 MegaRevolution的打亮盤 這一個呢 它是OLTA的贈品 所以相對的 可能對它的要求 期望就不會太多 因為它不用錢 它真的不用錢 那 好 手上刷起來顏色是這樣 這個是有點偏光的顏色 這個 好 直接 上在這邊 看看 唉唷 唉唷喂啊 這個偏光的 好 好亮喔 有沒有看到嗎 它是偏著一個 綠黃光欸 這偏光好怪喔 這偏給誰用的啊 可是好亮 它有點螢光感欸 這 好這偏光太詭異了 然後另外兩個顏色呢也是很淡 就是它們這種 有波紋的這個打亮啊 都是非常非常淡非常自然 它另外兩個顏色刷起來實在是沒有什麼打亮的感覺 好 這一盤是免費的就原諒它 但是如果要我花錢啊 即使它只要三塊美金 我也是不會買 這個覺得 好我剛剛摸了老半天一堆打亮 到目前為止只用一個在臉上 接下來這一個呢 是Maybelline的Master Chrome 這一個在美國的評價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台灣有出喔 可是台灣只出了這個金色的 那我之前收到這個金色的想說 你們有沒有搞錯什麼 寄給我這麼一個深色的打亮 我不是這一口這種顏色我要怎麼用 可是當我一摸 就覺得我天哪 它粉質 粉質超好的 然後上在臉上的那個閃度啊 是很漂亮的 它雖然說是很金 可是你淡淡的刷在臉上 其實還是有打亮的效果在 只是我覺得 就以我的膚色來講 它還是稍微深了一點有點可惜 所以這次呢 我就找美國代購買了這個 比較粉的 那台灣是 目前還沒有出這個比較粉的顏色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出 可是這個比較粉的顏色呢 就稍微適合淺膚色的人 你看 這樣子 淺淺的粉色打亮 但我覺得就是很可惜 這一系列都沒有出那種 香檳色或是象牙色的 拜託你們可以出個 就是香檳色嗎 這個指定出香檳色一定超漂亮的 好 這個粉的我現在也試用在臉上看看 好 我看好了 我也不知道它粉色上 它臉上的效果會 欸 漂亮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欸 漂亮欸 欸 這個好漂亮喔 欸 我喜歡 我喜歡 這我喜歡 這一系列啊就是很奇妙 你會覺得它看起來顏色很重 你說它手上也是看起來很粉嘛 可是 它到臉上就不會 就是一個亮 欸 好漂亮喔 如果你喜歡粉色系的打亮啊 這個很OK欸 欸 漂亮 台灣為什麼不進這個顏色啊 這應該會比較適合台灣人的膚色色調啊 這個超漂亮的 好 接著是SLEEP的打亮 這是我上次ASOS買的 那我想說今天做美妝開箱 就順便再講一次 這一盤乍看下四個顏色嘛 但其實呢 這兩個顏色的差異並不大 這兩個顏色是比較偏自然的 我上在這邊 你們看一下 它是比較自然的 然後一個是比較偏白 然後一個是有點膚金色 可是其實這兩個上起來差異不大 那這個呢 紫色這個是最亮的 它是有一點點偏光 可是沒有偏的嚴重 上在臉上基本上會是一個很閃的銀白色 然後這一個呢 它是膏狀的 這一個我覺得是用不到的 因為它的顏色是比膚色還要深 你看 而且它很濕潤 就是我不喜歡這麼濕潤 這麼高感的打亮 因為就覺得它可能會很不持久 而且它的顏色也不是一個漂亮的打亮 可是如果你是對於打亮很執著 會喜歡層層堆疊的啊 你可以先用這樣子一個膏狀打底 然後再補上粉狀 你看這個閃度 整個它顏色的飽和度就會變得很強 那我現在把這個 放在鼻子上給你們看 這個真的超亮的 好 這樣子 再來下巴上呢 我用這個 下巴打亮其實會比較 看不出來那個差異 因為下巴是比較吃不到光的 那今天的打亮盤中呢 我比較喜歡這兩盤 那這兩盤你要怎麼選 如果你是一個重度打亮控 你想要打亮比較有變化 或是你自己可以調配的話呢 你就選sleek這個 因為它有兩個是自然的打亮 跟一個很閃的 跟一個膏狀 你可以讓很閃的變得更閃 所以如果你是打亮控的話 我買這個不會失望 因為它很閃也不會顯肌膚的紋理 它的粉質算是 它粉質很奇妙 就是摸起來並不細緻 可是上在臉上呢 它的貼膚性是很好的 那Milani這個就是 你不是很重度的打亮控 因為它只有一個顏色 是可以拿來當打亮的 但是這兩個顏色啊 都是非常漂亮的眼影色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一個 多功能的彩盤的話 你就選Milani這個 那如果你是想要選一個 可以變化出很多不同打亮效果 你就選sleek這個 好再來打亮呢 我還有買一個這個 L'Oreal的打亮液 這個好像是美國新出的吧 我不知道台灣之後會不會上 我買的顏色是這樣子偏粉的 手上試試看看 超閃的耶 可是 它好臭 它有一股 黏土味之類的吧 嗯它味道不好聞 那我現在用這個Beauty Blender來沾 再拍到臉上看看 可是我現在臉已經好亮了 我上在這邊的臉頰好了 這邊可能會比較明顯 欸效果很好耶 是水光的那種亮 這個亮我喜歡耶 啊好漂亮喔 而且它好像不會顯肌膚紋理耶 然後我這樣子用Beauty Blender來拍 沒有帶走我的底妝 啊我現在拍太多了 這邊一塊 好 這個是會變得很閃的喔 所以你下手要小心 我現在用Beauty Blender拍 沒有帶走我的底妝喔 就是連粉那邊也沒有 欸這個很好耶 這漂亮耶 欸這漂亮耶 漂亮漂亮 好那我鼻子上來一點 嗯 這個我喜歡 天啊這我超喜歡的 它那個光澤很精緻耶 這好用 這好用 而且它不貴 就是你要跟其他那種專櫃品牌來比起來 這個 嗯 好 那這個我可能後續要更新它的持久度 所以記得 要看描述欄 以後開箱我都會在描述欄寫比較詳細的心得 因為 真的彩妝的東西你心得會一直變一直變 尤其是打亮 打亮你現在在廁所的光下面看 跟在你家家裡客廳的光下面看 跟你去太陽底下看 各種光都是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打亮的心得特別容易變來變去 所以你們一定要看描述欄我寫了什麼 然後我後來發現打亮也是有持久度的差異 有的時候 一插上去是很漂亮的水光 然後過一下水光就不見了 然後有的是你一插上去會覺得 欸好像沒插東西 可是過一下你到別的光裡面去看 會發現有這個很漂亮的淡淡的光澤 所以打亮這個東西是需要比較長時間的去觀察 比較沒有辦法說一插上去第一秒就告訴你們很詳細的心得 所以一定要看描述欄的更新 好再來我想先插唇彩 唇彩 我會想要看描述欄的更新 我會想要看描述欄的更新